歡迎來到本週Kiss一把照 知Kiki去哪啦 好像那個又有盜用那個電視節目的名字的嫌疑 是的 因為我才應該說是今天拍攝的前才回來台灣 我去了一趟澳門門口 好玩嗎 好好笑喔 我很喜歡耶 我去過就覺得說那是一個就是 你去過怎麼這樣 你為什麼都沒有給我行錢的一些什麼提議 還能不吭聲現在爆料了 還有什麼就給你一堆資料啊 不是 但DJ上跟強尼他們都比較沒有建設性 因為他們就是偏向那種娛樂場小試手氣的建議 是是是 想說我應該是走棋直路線了是不是 對阿 沒關係沒關係再去第二次 好 也謝謝瑋恩有幫我代班 讓我可以順利的成行 那有什麼特別的有趣的事情嗎 我很喜歡澳門它新舊 應該說是它又有融合的中西文化 又有新舊的這樣交替 我覺得很棒 對很棒 還蠻不錯的地方喔 那你去的時候有吃什麼特色的美食嗎 其實一般人想到澳門就是蛋塔 豬扒包 對 豬扒包啊 還有就是我們有去一個樸市餐廳 對 樸國菜一定要的 該不會我們去了同一家吧 我有點忘記我那時候去哪一家了 反正就是其實有很多資料啊 有很多餐廳可以去 這次比較特別的如果是飲食方面的話 我有帶著家人去嘗試了米其林餐廳 喔 不要那個表情 那個 我跟你講澳門有個好處就是 你可以用 幾乎很多米其林餐廳 對對對 路邊的小吃攤也有很多是米其林認證的喔 是是是 然後去吃的就是它做工很精細的港式點心 嗯 哇 感覺好像很豐富欸 對啊 就是有去了文青的景點 然後也有就是吃喝完了通通都有 嗯 然後那個什麼大三八排訪一定要去看 沒錯 就是觀光客 對 你知道人超多的 因為我們去的時候 全部都是有很多的 像是 嗯 韓國的旅客啦 還有中東地區的旅客 然後所以為了要卡位拍照 你就欸欸欸欸 過來一點 我大概瞧了一個小時欸 真的 才成功拍出一張照片 對 但是你知道那個階梯人那麼多啊 你真的就是要找地方拍 對 而且因為你好不容易就是擺個姿勢 就耶 終於要成功了 就是有個大媽就往這兒走 我的照片就這樣子泡湯了 幸好我們現在沒有什麼筆片喔對不對 只要可以隨便拍 對 可是真的很棒 因為去的時候有看了很多的古蹟 讓我覺得我的心靈受到了滋潤 哇 因為我去好像蠻久以前 我大概去了 我大概八年前 那這中間應該改變了很多喔 對 因為我有在吃飯的時候 聽到隔壁桌 偷聽人家談話 他就說 我五年前來的時候 跟現在差超多的 那我現在去應該就完全都不一樣 因為他現在有很多現代化的飯店 然後還有就是也有很 他就想 我覺得他很厲害的是 古蹟城區啊 世界遺產都保存得非常的好耶 嗯 對 因為就是靠這個觀光才嘛 對啊 這點也是很值得學習 是的 沒錯 好那我們現在就進入到音樂的部分囉 而且聽眾朋友應該看得想說 會不會有送我們什麼小禮物 沒有 分享觀光經驗 是是是 旅行的意義 好 那首先呢 我們來觀察到榜上 這個我們是今天只有一張專輯嗎 而且這一張非常厲害 因為他一進榜就到了第一名 我記得那時候就是在 音樂廣角經的節目首播的時候 就是很多聽眾就在我的臉書上說 哇 整個就被震醒了 那時候那個首播就是怪胎秀 對啊 就是我們的阿密特 這樣子一直在 詮釋的很 非常有挑戰很前衛的音樂風格 對因為阿密真的就是 他用阿密特這樣的一個品牌去 唱一些他在阿密 阿妹的身份沒辦法唱的歌 或者是比如說像阿妹的時候 可能唱了很多的是那種 筷子人口的情歌 但是阿密特的時候 他就可以嘗試很多比較 像是大膽啊或是前衛的挑戰 Rocker 那這一次呢這種音色感覺好像 比較黑暗一點對不對 暗黑系 暗黑系 連那個MV你知道 有人看的都毛毛的這樣子 冷靜蜘蛛啊 可是他這張就是專輯 我覺得阿妹在這幾年 除了在音樂上有突破 他其實也是常常會在演唱會上 帶給我們很不同的視覺觀 但是都會有那種女王的氣勢 像他這一次就是有那個 震撼 原住民的頭飾啊 然後還有那種聲樂式的唱法 對啊 還有他說他自己好像有講說 他其實這次就是希望可以 拋開過去是張荷妹的包子 讓大家重新認識他的聲音 對啊我們真的重新認識了 同怪胎秀這首歌 因為之前我去聽他阿密特的演唱會 的時候 他那時候就是剛好有那個 南高音來到台灣 兩個人飆過嗎 沒有他就是 在他的演唱會去呼應了這個南高音 然後他就是用了聲樂式的唱法 然後他就整個人就掉在半空中 然後站在那個平台上面 然後那個風就這樣子 從底下吹上來 女王的氣勢 這樣子 然後我真的覺得有被嚇到了 不是我聽你模仿我才覺得好好笑 有一種另類的效果 對對對 就覺得 就覺得他 他那時候的那種聲樂式唱法 終於在這一張專輯當中 就是淋漓盡致的展現 就發揮了 不過其實要用聲樂式來唱一首歌 也蠻難 他要很一定的功力 對啊對啊 那演唱會沒有去看嗎 這一次沒有 就很可惜 對啊 不過我們公司有好多的妹名 他們都特地到了台北去朝聖 是啊是啊 每天嘉賓都不一樣對不對 Eason 陳奕迅啊 然後還有孫燕姿 亞洲 90 像小S也有去還衝上台 然後我朋友去就說 哇好像賺到了這樣 看到這些天王身後的歌曲 對我覺得看演唱會就是這樣 你可以看到他本身的唱功 然後又有很多特別來賓 如果他就是很多大牌的話 哇那真的就是 一加一大於二 不一樣的火花 而且聽說好像有機會可以到高雄來演出 真的 那你這次就不能錯過 好對對對 耶 耶 這個而且我們這次進榜的推薦單曲 其實就是 在當初他一開始 發行的 先行曝光的曲譜 對先行曝光的曲譜 對先行曝光的曲譜的時候 就是好像很多人就在網路上呼應了 因為有很多天后節人物也都是不睡型的 剛好嗆出了大家的心情 對對對 所以這個單曲就是不睡 不睡推薦給大家 而且我們這個禮拜的活動花絮 也是跟演唱會有關係 而且也是阿妹的好朋友耶 對也幫他寫了就是 讓大家幾乎去KTVB演的情歌 就是蘇打綠 蘇打綠 哇這次在台南南方公園 也是人山人海 對真的擠滿了超多的打粉 嗯 而且好像有一個插曲就是 什麼插曲會爆料我想要記得 好像就是跳電 然後現場就是麥克風沒有聲音 但是有實力的樂團是不怕跳電的 沒錯 尤其是你知道清風他就很厲害 就直接拿起大聲工 開始單邊主持了 他很有喜感阿 我覺得蘇打綠就是 他們可以集綜藝 然後又有音樂阿 或是演戲什麼 全部都ok的 對又是實力派對不對 然後又很搞笑 所以大家可以點選活動花絮來看看 他們去簽唱會的實況喔 沒錯沒錯 哇今天就是聽到Kiki 非常豐富的分享之後 讓我也想出去旅行 太好笑了 你為什麼這麼正經八百的做結尾 好吧好吧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被畫圈圈了 是是是 好的那我們就是下一次見面囉 那也希望下一次有更多 關於我們自己本身的旅行 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 不管是生活或是音樂 所以別忘了繼續鎖定Kiss一把照喔 是的我是維恩 我是Kiki 我們下次見 耶我不是外胎 喔喔喔喔喔